HELLO 大家好,我是Helie 轉天氣除了有藉口給自己買新的化妝品、護膚品之外 我想最開心的東西就是可以轉季了 所以我自己又網購了一些新的衣服 大部份網購的東西都終於到了 除了有一個袋子,在法國還在process 我不知道是何年何月,我們不要等它了 所以今天就先開這三袋子 我在Instagram問了大家想看我直接開箱 還是我洗好才介紹給大家 大家都好像很想看我開箱的快感 所以我就準備了一支消毒噴霧 我們又有什麼事,一邊噴一邊開 不說這麼多廢話,我們事不宜遲就開箱了 我等了很久了 第一袋是一個台灣網站叫Kako 它是一個比較悠閒風的網站 我之前都買過的 記不記得有一頂藍色的牛仔帽子 都在這個網站買的 一共買了四件衣服 有三件是自己的,有一件是給男朋友的 通常我在這個網站都是買T恤比較多的 裡面很少一些斯文的衣服 然後它是用順風豆腐的形式 不是在網站的時候給運費 所以就記住貨到的時候,有人在家 另外,速度大約是五至七個工作天 除非有貨是缺貨的 它的衣服的價錢就不會很貴的 全部都是八五至二百元左右一件 好像我第一件買的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紫色針織中袖衣服 給大家看一下,質地是一些很滑溜 有一點厚身的 我想再熱一點就應該穿不到的 要快點穿了它,它不會透到膚色 而這個網站買的衣服 都是比較鬆身、比較大件的 就不是一些比較貼身的衣服 鬆身的程度呢 我買了這一件,會不會太大件、太鬆身了 我衝著這個可愛笑笑來買了一件B嶺的棉質T恤 但是,真的好像很大件 我現在就這樣套上去,是套到 是絕對可以這樣穿上去的 好像穿襯衣服在裡面 我沒想過這件衣服會這麼大件 不過夏天穿這些鬆身衣服也挺舒服的 我平時都是穿這些休閒風 今天穿的這件衣服 是完全不像我平時的風格 但我自己也很喜歡 它都是台灣網來的 在Queen Shop買的 接著就是一個情侶裝來的 反而這件很短的T恤 是一個白色分紅色 然後男朋友那件就是這個 黃色、白色、藍色的T恤 不是那些要一模一樣的情侶裝 雖然我跟男朋友都很多這一類型的 那些 簡直是同一個公仔 或者是不同顏色 同一個款的情侶裝 但我就會覺得 有時候穿這些 是有少少好像大家夾過 但又不是同樣的小放閃 都挺開心的 好了,到第二個 就是很大的一盒 大家都看到我買了Charles & Keith的東西 那是不是袋來的呢? 不是的 袋呢? 我就在法國那裡買了一個叫 叫Tom and Dean的品牌 好像是一個新品牌 我建議200多元很便宜 但好像買了之後就一路無消息 我會被人騙了錢 是很害怕的 原來在Charles & Keith的官網買東西 不是在香港寄香港的 我本來想香港有專門點 應該很快會到 但我看回看的 是在新加坡總部那邊寄過來的 所以他們大約要等10個工作天左右 裡面真的有兩個鞋盒 我現在開箱好像尋寶一樣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買了什麼 太久了 已經買了 我買了這隻 我以為自己買了黑色 我看不回每一雙的價錢 總之兩雙加起來是340元2毫 不用錢運費 超棒 第一雙就是很斯文的一雙鞋 是不是完全不像我的風格呢? 這些鞋 平時你們在街上碰到 我都知道我是波鞋 牛仔褲的人 但有時候可能去一些斯文的場合 或者去喝 都需要一些漂亮一點的鞋 對不對? 今季我看到很多地方都出了這一類型的鞋 即是後面是有一條帶 而不是一個全部蓋著的鞋 那我貪了這一款 百多元之餘 它有一顆珍珠 比較特別 比較斯文的鞋 而且前面這裡不會太淺 而且它的皮是超級軟 它們的高跟鞋尺寸 其實沒有偏大或偏小 我本身穿高跟鞋是35號尺寸 在他們那裡也是買35號尺寸 然後小腳趾 有時候在他們的鞋款 找到一些有34號尺寸 所以都可以去看看 另外買了這一雙 就是我自己想買很久的一個顏色 之前一直都不夠膽 然後又是百多元買來玩也好 就是一雙很型格的螢光黃綠色 有一個高跟鞋 還有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這個鞋後面 大家看到它是做了一個方的旁邊 蠻有趣的 這雙鞋就容易carry很多 穿上一條紮腳的長流仔褲 深色的 很型格很漂亮 而且這一套不會太高 最底部也是螢光黃色的 很漂亮 但是大家看到這個皮 就真的硬了少少 比起剛才是沒有那麼軟 最後這一袋就是這個 台灣網那裡 但其實它賣的是一些韓國衣服 這間店真的是我望穿秋水了 等了足足有20天才做的 它是真的很長的等待 我TOTO也是買了四件衣服 這間店的衣服是走韓風小文青路線的 你看到不是我平時的休閒風 我也是一個大膽嘗試的 這件是一個雪房衣服 你看到一個公主皺 這些很透薄的質地 加上玫瑰花的圖案 完全不是我平時的風格 但做人不可以一成不變 所以就試一下吧 它的衣服都是大約八多元一件 不算很貴 而且它買滿1500台幣 已經是免運來香港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但最大的缺點就是等了超久 在內到我完全忘記了自己買過什麼 它做了一個方嶺的設計 背部就有一個大交叉 所以可以算是一些小性感 如果你有鎖骨的話 就可以很顯著地露出來 但現在肥到真的沒有鎖骨 然後就到一條雪房的裙子 這條這麼青春陽日 可愛短裙子 又不是我平時的風格 它應該是褲來的 我沒猜錯 裡面有一個內褲 是一條外面扮裙子 但裡面有中間浪位 所以有一條裙褲 純粹是我發現最近買了很多顏色的上衣 就想用來搭配白色的下身 它的雪房就不算很有質感 都是平時正常出街補貼買到的 白摺位做得蠻漂亮的 不適合膚的 你會看到都很仔細的 接著就到這件土豆類型的平口小背心碎花 春夏穿這些小碎花圖案 即是減010分 其實如果這個身形是比較扁平的人 加一條直腳的牛仔褲 長褲那些 穿這一件衣服我覺得很漂亮 但我自己是有肉腿的人 所以我用來打底 因為如果我這樣穿出來 應該是比較澎湃 但有時候我穿衣服會比較透 裡面加一件這些會比較漂亮 純粹是用來這樣穿的 而且它真的很便宜 這件是$60港幣 質地都還可以 最後就是一套衣服 有一件是土豆型背心 另外還有一件我還未看得透 是一個蝙蝠袖長袖的 但這裡又有一條帶子 應該是綁住它的 對了 我呈現不到給大家看著 不如我穿上身給大家看吧 穿出來的效果又不錯 讓我站高一點給大家看 我後面還未綁那條帶子 因為要找人幫忙 但我覺得有點顯瘦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最近肥了很多 但穿出來 首先它不會令我覺得前面很豐滿 很厚肉 然後它是可以把這個位置 變成好像扎進去 試過效果 這件很OK 然後這件衣服小性感 又絕對不暴露 我覺得約會之選 而且這個顏色最近很流行 你看到是不會令我整個人暗沉的 我喜歡這件衣服 200分 它多少錢呢? 這件衣服145元 是一套 很划算 值得等待 值得等待 今天跟大家開箱了網購的衣服和鞋 希望法國袋快點到 如果它真的到了 我會在Instagram上更新給大家看 希望不會被人騙錢 對 希望你們都喜歡這類影片 可以讓大家知道不同的網站 買回來的衣服 質地 他們的 要多久 運費 怎樣計算 那些細節都可以讓大家知道 如果你喜歡這類影片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同時是六間到三點 同時是日間到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